一个国家可以称之为强大,当年的晚清GDP世界第一,可结果呢,被列强了反践踏,不仅爱打还得到赔钱,可想而知,有钱,并不代表着国家的强大。 翻开近在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历史,无数人有鲜血告诉我们,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,没有强大的国防,那么这个国家不能称之为强大,正所谓,强国必须强军,强军才能安国。 看看如今的中国,东风快递,威慑全球,航母大区,蛟龙入海,威龙火牙,翱翔天际,而正是这些强大武器装备的群星闪耀,使得吃美亡俩,不敢犯鞭,所以我们中国如今能安稳的在世界立足,靠的就是强大的军事实力所带来的国防安全保证。 这也是那些国家所最为惧怕的,然而,这一切,都离不开那些为我国国防科技领域,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们,数十年前,国家出见,百费待兴,可偏偏世界上的那些国家们,各个如牢似虎,不安好心。 特别是某些国家,站着自己拥有和武器,一次又一次的威胁,那时的中国,既要安于内,又要遇自放,可以说是内外交困。 在如此的紧急时刻,大批的爱国科学家们站了出来,他们临危受命,撑起了两代一星计划,撑起中华民族的身躯,为祖国的国防事业,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 当年参与两代一星的二十三位科学家,大都已经已经离世,如今只有污温还健在,分别,是于敏院士,程开甲院士,哲光照院士,孙家动院士和王熙记院士,于敏于敏院士是中国清弹事业的电机人。 在他的领导下,中国成功打破了国外的垄断,造出了清弹,而且咱们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,再到第一颗清弹爆炸,只花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,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,美国和苏联,一个花了七年零四个月,一个花了四年,与此同时,在于敏院士领导下,我们成功的掌握了清弹的低成本维护技术。 使得清弹不仅可以小型化,还可以得到更久保存时间,而且这一技术至今没有其他国家突破,一直为中国所垄断,毫无疑问中国的清弹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,就是和于敏院士努力与风险分不开的。 他曾为我国清弹的核武器研究,引信埋名七年之久,不求名,不为力,只为的是祖国的强大,而更难闷可贵的是,于敏院士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人才,没有留学过,成开甲成开甲院士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创者之一, 在我国核武器的研究和试验中,做出突出购献,我国清弹和原子弹第一次爆炸实验,都是由他参与和主持完成的。 他所建立的中国核爆炸理论,成为中国核试验总体设计,安全论证,测试整个和效益研究的重要意识,为中国的核武器发展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和众多两代异形工学科学家一样,成开甲将汗水和智慧攒在了中、国西部那片神秘的土地上,在那里,他也姓埋名,在学术界销身秘迹二十多年,而除此之外,成开甲院士还带出了一支高水平人才队伍,为祖国培养出十位院士和四十多位养居。 如今,成开甲队士已经年过百岁,和他仍旧在为祖国的国防事业,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 名副其实的一生为国,周光照周光照院士同样是中国核武器研究领域的开创者之一。 他参加并领导了两半一星计划中爆炸物理、辐射流力学、高温高压物理、计算力学等研究工作,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做出了重大的贡献。 而且,周光照院士的成就,不仅仅是在国内,其在国际上同样有着极高的地位。 他是世界公认的厌食量由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,他曾是苏联相关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。 当然,作为一名爱国科学家,在周光照院士心里,祖国利益高于一切,当中苏关系破裂之后,他依然放弃了苏联游后待遇的工作,回到了祖国,并投身到两代一星的建设中去,为祖国国防事业,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 孙家栋对于孙家栋院士,我想航天米朋友们应该不会陌生,咱们的探阅工程总设计师。 同时,咱们第一颗人造卫星,也是他送上太空去的。 除此之外,中国第一颗摇杆探测卫星,第一颗摆回式卫星的负责人也是他,总的算下来。 中国所发射过的一百多个航天,其中,有三十四颗是孙家栋院士给送上天的,他就是中国的放卫星的老人。 老一辈的科学家们都有一个特点,那就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,国家需要我干什么,那我就干什么? 孙家栋院士这处其实不是搞航天器的,他是做航空研究道,别看这只上了一个字,那也是各航如隔山。 可孙家栋院士一句愿言都没有,五十年如一日,为祖国向太空送去了一颗有一颗的航天器。 如今,孙家栋院士已经快九十岁了,但他仍然在为中国的航天母心里写,奋斗不惜。 他说,国家需要,我就去做,相比于他的成就,这种无私为国的精神更加的难门可贵。 王熙记,王熙记院士与孙家栋院士一样,那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开创者之一,两代引擎计划的功勋。 不过,孙家栋院士从事的是,诸如卫星之类的航天器研究,而王熙记院士则是专注于空间技术领域,指立运如何将卫星给送上太空。 他曾创造性的把中国太空火箭技术和导弹技术结合起来,提出了中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的技术方案,主持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。 所以咱们著名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能有新鲜的辉煌成就,离不开王熙记院士当初所打下的基础。 与此同时,王熙记院士还是中国返回式卫星的技术代头人,正是在他的领导主持下,中国才得以成为全世界仅有的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三,各国家之一,已生这五人,都是中国的两代异星元勋,他们河南已经逝去的18名战友们,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,这是因为有了他们,中国才得以挺直的腰杆。 我们才得以有了今天的幸福安康,他们才是真正的明星。